您好 欢迎继续加入晚间八点的最前线新闻 我是钱丽如 先来看一岁半男童凯凯之死 从证人转列被告的社工 今天是以30万人交保 但整起的案件是不是原本有挽回的余地呢 因为诚信社工三次的访试都没有察觉异状 而且他片面相信保姆的一面之词 访试日志写得满满满 虽然他对外表示自责 但是没有落实义务依旧是事实 设犯了过失致死跟未造文书罪 30万交保 从白天征询到黑夜 诚信社工以30万元交保 他被指控没监督好保姆 造成一岁男童凯凯遭到虐私 与人外套包住头 一旁儿服联盟人员和亲友 再帮他披一件外套组成人墙 案发后社工相当自责内疚 家属提出相关证据质疑 让他从证人转列被告 这是去年9月 开开钢到保姆家的样子 被举高高笑得灿烂 看起来健健康康 一个月后被剃头发 身形明显消瘦 脸上也不见笑容 一旁还有一双大人的手紧抓住 似乎被强迫拍照 身为专业社工 难道这些异状都没察觉 被质疑在包庇 访试日志像交功课一样写满满 但根据了解 保姆在社工访试时 故意替男童穿长袖长裤 遮住伤口 头上欲亲说是撞到 掉牙是因为磨牙 还提出就诊记录 社工信任保姆 将这些内容 记在访试报告中 错在没有进一步查证 来不及阻止悲剧发生 社犯过失致死 和伪造文书罪 虽然这个社工 并不是实际施虐的行为人 但因为他基于社工的职责 他本来就有定期访试 幼童的职责 再来他必须得要 监督管理保姆的照顾行为 那以本件最后 幼童的死亡原因来看的话 显然这名社工 并没有落实 刚刚讲的这些注意义务 检方同步提训保姆妹妹 因为他也曾和姐姐聊到 如何教训男童 但他否认动手 训后还押看守所 整起案件的关键证人 是保姆家的外傭 警方调查时 同住家人全都实口否认 只有这名外傭面露男色 经过警方突破新房后 坦言雇主很可怕 会打人 阻止也没用 他的供词 成为整起案件的重要罪证 整起案件不排除还有共犯 检方持续追查 是谁剥夺一岁男童 生存的权利 一个也不能放过 凯开的死都海在调查 现在却又烧出了别的争议 澄清社工在移送过程当中 双手被上铐 警方IP是猎物 跟违反了比例原则 因此超过了100个民间团体 连数抗议 不过对此警方澄清说 依法是可以上铐 但针对过程当中 手铐铺漏带队的侦察队长 仍遭记 深切一指 会很对不起 那个男童吗 就是这一幕 一岁男童遭虐死案 陈信女社工被移送 注意看他手上这副手铐 引起民间团体群情激愤 撑起社会安全网的社工 怎么遭受如此对待 警方遭质疑违反比例原则 警察局长亲上火线说明 依照这个台北地检署 核发的这个鞠票 依法是可以做上铐 那但是就是说 对于使用借据的部分 如果没有这些脱逃 或者是自伤自残 那审酌这个案件的话 倒是可以做一个衡量 强调依法行政没问题 但带队的侦察队长遭惩处 又是什么逻辑 没有他现在我就是说 上铐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在带案解送的过程当中 应该避免这些的 这个手铐做一个铺路 民间团体认为 社工全程配合 没有攻击或脱逃倾向 质疑警方使用手铐的正当性 目前包括私改会 立新基金会 新路基金会等 超过100个民间团体联署抗议 批评检警行为 嗜血猎乌 让社工觉得很像是 猎乌式的一个 一个解送的过程 其实对这个整个社会的案例没有帮助 也对侦察的这个效能没有帮助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修入这个社工 就是其实社工界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是有这样子的原因 社工案发后自责睡不好 也有进行心理资商 可能担心他情绪激动有自伤疑虑 警方也有拘票才会上靠 前检察官国民党立委吴宗献也指出 依照过往经验 因为社工设犯伪造文书 若检察官认为 他有灭证篡证可能合罚拘票 警方上靠并没有违反程序 到底该不该上靠 警戒法界看法不一 台北市警局将这起事件列为教育案例 加强训练 上靠与法有据 也要顾及人权 我们就透过法律层面来讨论 根据的是借据规定实施办法 依法拘体逮捕或解送人犯 都得以将被告上靠 但是要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 保护嫌疑人的名誉 避免把手铐等等借据曝露在外 而过去对于不同的刑事案件 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老母虐头案 北市警方把社工上靠 引发争议 大大小小的案件 要不要上靠到底是谁说的算 被民众指控说造成名誉受损 又或者是让人犯有逃跑的可能 让基层远警相当为难 有时候因为又没上手靠 如果被长官独情独到 还要接受处分 这么瞩目 如果没有上靠 可能又会被质疑说 是不是犯前有特权 何时上靠才正确 过去在基隆曾发生 迟到砍杀牛案件 当时嫌犯被上靠送办 台北市的KTV 有两派人马虎看不顺眼打起来 被依据中斗殴罪送办 嫌犯同样双手被上靠 而新竹一名犯下连续偷车案的 窃贼则是反手上靠 新北市的土地公庙被偷 窃贼不用上靠 直接带回派出所 似乎案件类型不同 做法也不一样 但有些人认为比例原则很重要 而嫌犯的射精定位也有差 如果是公众人物 比较不担心对方落跑 你给他上手铐的话 给外人的看法 只是你执法机关的无情而已 你应该要审着 这个人他会不会跑跑 他是有正正当当的工作 他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警方其实不用担心他会跑掉 解架到地检署之前的震诞期间 有需要公开的部分 我可能也只会用外套看出他的手 也还没有在被法院定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在乎他的名誉 根据戒句规定实施办法 依法居提逮捕解送人犯 都得将被告上扣 也就是有权利上扣 但要符合比例原则 保护嫌疑人的名誉 避免把手扣等等戒句暴露在外 而嫌犯也能提出要求 双手盖外套或戴安全帽 觉得做法不恰当 也能对警方提告执法过当 或妨害名誉罪 但也有法界人士认为 如果在乎社工和警察造成对立 就不依法上扣 反而才是不正确的 立场不同 解读方式也差很大 TV新闻千里新加卖台报导 好儿社有众贤的 刘姓保姆姐妹在收押之后 姐姐编号是200 妹妹编号是201 而讽刺的是这两个人 吃得好 睡得好 他们为凯凯吃馊水 在看守所内 他们却是三餐 有菜有肉 营养均衡 每天还能睡9个小时 睡到自然醒 而凯凯的亲身母亲 目前正在服刑 恐怕不知道 还是已经遇害 姐妹两人分别在 一月和二月被收押禁件 但看守所的生活 和被虐致死的开开相比 显得舒适许多 刘姓保姆姐妹两人 是双双遭到了 积压禁件 不过因为他们是 同案的被告缘故 因此必须要分设防来睡觉 就是要避免他们有 串政串供的嫌疑 他们各有三名室友 而且运动的时间 也要和其他人分开 保姆姐妹党的三名室友 是诈欺毒品相关案件的被告 不过因为都积压禁件 不能和其他人接触 大部分时间都在设防里 13号的三餐曝光 早餐吃芋泥包子和豆浆 午餐是酥炸腿排 蒸蛋 虾米青江菜和山粉圆汤 晚餐则有卤肉饭 蒜香银芽 茶叶蛋和排骨萝卜汤 每天晚上9点席灯 睡觉时间多达9个小时 另外还有3个小时可以运动 在设防内也能看报纸 对比他为男童搜水虐待 在看守所内不止三餐吃得好 还能睡到自然性 虐童案曝光后持续延烧 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也传出保姆出租的房屋 有房客曾听到凯凯大哭求饶的声音 但最后没有报警 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当自责 也有其他邻居发现异状 认识保姆的民众都说 他们家经济状况似乎不差 有房可以租人 但他在家虐待男童 假认声称不知情 引起踏伐 不过凯凯生事坎坷 传出妈妈正在服刑 但矫正署表示 目前没有接获通报 有受刑人家中发生这样的状况 也不排除亲生母亲 可能至今还不知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检警怀疑整起案件 恐怕还有更多人涉案 刘姓保姆的丈夫 自称是市官长 他经营海钓船 在淡水算是小有名气 不过一家人住在一起 第一时间被带回 他却坚称自己不知情 关键证据还是外傭偷偷拍下的 因此检警也不排除 将再次约谈这名丈夫 道案说明 船身是两红色 停在淡水鱼儿码头相当显眼 这艘就是涉嫌 虐童流姓保姆丈夫的海钓船 明天准备去钓鱼 先来看一下那个准备的东西 就发现 奇怪什么船头有冰浪汁 船头被人丢冰浪汁 连甲板上都有 似乎被发现身份后 有人气不过 而涉案的流姓保姆的丈夫 自称是市官长 经营海钓船 在网路上标榜最新最齐全 有多年的经验 在淡水也小有名气 这艘娱乐海钓船 要价约三百多万元 船舱的门还贴上两张 陆战队两棲捐收部队的贴具 但有其他钓客对外抱怨 保姆丈夫他有个性 不容易相处 但保姆的丈夫到底局不局情 住在家中的南童凯凯 遭到虐待 前保姆的脸书发文 透露在招魂当天 在保姆家看到吊具 埃君陆战队的帽子 让他怀疑涉案的 不止保姆姐妹俩 因为流姓保姆和丈夫 儿子还有婆婆跟外傭同住 第一时间丈夫被带回 坚持不知情 事后直到外傭拍下关键证据 才让恶劣的保姆遭到收押 因此检警也不排除 再次约谈往姓丈夫 明明是同住的一家人 连其他公寓住户 都曾听到孩子哭声 但流姓保姆的丈夫 则推称毫不知情 这说法难以让外人相信 是真的没回家 不知道 还是害怕自己也卷入风波 企图帮忙掩盖更多证据 恐怕需要更多的调查 才能厘清是否真的清白 TD媒体新闻 陈燕燕燕燕报道 凯凯之死引发了社会哗然 目前全国带出养孩童 总共是468案 其中儿福联盟手上 就有115案 这个占比高达了24.5% 因此卫福部态度硬起来 宣布在儿福联盟提出 检讨改进作为之前 禁止儿福联盟再接新的出养业务 儿福联盟发给内部社工信曝光 说看到诚信社工上控那一幕 震惊心碎也悲愤 强调不会让员工独自一人面对 感性喊话 但卫福部已经看不下去 在整个基金会还没有提出 这样一个检讨的改进的作为之前 我们就先暂停 让新的收养童 卫福部态度硬起来 宣布禁止儿福联盟再接新出养业务 已经在走程序的要求 梅河县市政府得更积极访市 不过以目前全国带出养孩童来看 468人中三岁童以下约200人 光儿福联盟手上就有115案 占比高达24.5% 但到下午4点还是没收到公文 如果最终还是得停止结案 出养收案压力将落在其他机构身上 而福联盟一旦禁止所有的出养工作之后 就会涌入到其他的机构 其中就包含了中益 而其他还有像是扇木立新等7家机构 小天使坦言现在80案 人力很紧绷 很难再收新案 深爱儿童之家强调人力很少 处理出养行政程序只有4个人 加利利则说自己在台东 收别县市案子比较难 初步评估影响比较小 但小一家机构社工负担加重 缺工恐怕雪上加霜 而某485名员工中 超过清晨都是社工 专载担心长时间停止出养业务 不只会重挫士气 恐怕也影响神迹 铁片新闻 谢文祥 家庭台北藏报道 好 确实就怕这不光是凯凯的死亡 而是代表整个系统严重的失灵 有资深的社工痛批 国家社会给的资源不够 横向网络又不合作 难道要集体向国家辞职吗 社工过劳已经是系统性问题 我昨天其实跟我的伙伴讲说 我们集体跟国家辞职吧 这么严重 我们不是不职业的 而是我觉得国家 还有国家带头 让社会民众给我们的责任 太沉重了 这有些东西是大家要系统合作 各个专业一起合作 可是怎么会全部都是社工在做 年资超过20年的社工出面 阐述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 让社工变得不是社工了 那时候我每个月可以接30到40案 而且我是要做深度的个案工作 我不是做个案管理就好 个案要结案 但如果没结案 下个月还是有先进求救案件 难道不用接吗 而家访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工作 我要做很多资源的串联和沟通 去做整合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社工工作的意义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想象 去家访就好 就说家访吧 很多时候社工根本进不去 2018年台中一个高风险家庭 四岁男童全身被热水烫伤 家人却没将他送医 直到好几天后 男童失去生命迹象 妈妈才打119 送医后回天罚术 事后发现原来社区邻居 不止一次打过113110 当时远景来查看 认为孩子没有受虐迹象 社工也跟案家约访 人到了 妈妈却说孩子在睡觉 无法进门 又约隔天 同样说没有虐童 资深社工说 除了政府家房中心的社工 有一定公权力 大部分公办民营 委外执行家房中心业务的社工 有时连进案家大门都难 就算能进门也潜藏危机 社会国家到底对社工有哪些期待 在社工眼里像是被渔虚欲求 不止工时长 负荷量大 没有社会地位 而薪资 就算拼命争取 在机构可能还要被回捐扣掉 资深社工难过 这条路他还是愿意走下去 但国家要给资源 社会要给现任与支持 别在每次出现重大而虐实 只拿社工当标吧 TVBS新闻赖崇荣 红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一岁半男童凯凯居死 蓝银炮口对内 国民党市议员陈炳甫 和钟佩军点名双北市政府 至今毫无作为 新北市到昨天晚上 才发了四点声明 而且里面讲的 全都是乱讲 终于忍无可忍 虐头案事发至今三个月 抨击当初转介出去的新北市府 看不到任何作为 同属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炳甫 不想再互端 不知道新北市府这样的回应 能不能让陈炳甫消消气 因为他说事情曝光后 新北市府一点动作都没有 还反怪男童家属断章取义 不承认有书师 来因自家市长自己骂 台北市长蒋万安 同样被自己人K的满头包 这中间两个多月的空窗期 市府究竟有没有更高层级 掌握这样的情况 社会局有没有往上回报 我也要求蒋万安市长 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 台北市议员钟佩军说的委婉 但在脸书上措辞严厉 要求社会局谁该负责就下台 钟佩军原本痛批蒋万安 好不容易拿回政权却以这种态度执政 愧对市民 只是后来却改为身为执政党议员 我感到愧对市民 台北市社会局长为社工哽咽发声 却逃不了蓝绿共事 要求营救辞职的命运 总共两年拿了我台北市政府 将近一亿的标案 你跟我说 你跟俄府联盟不熟 局长应该为这件事情下台 虐头案犯众怒 来因这回炮口对内 打得比绿营更勇力 TVBS新闻 华少平DP 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